2020年被称为5G元年 虚拟化网络 网通设备需求涌现 全球前三大小型基地台制造商 台湾中磊电子 成为5G国家队重要成员 中磊董事长王博元 总经理王伟亲自主持发说会 事实上第二季 我们目前还是 满到第三季 所以第三季肯定 是不会玩下筹的 对整个市场的展望 中磊第二季营收 就是2.5亿新台币 年成长38% 继成长36% 累计上半年合并营收 160.6亿元 也成长22% 翻开集团营收 相比去年家用产品比重 降低到23% 固定移动产品 小型基地台营收占比 拉高到41% 连同企业端产品 占比达到六成 反映转型策略成功 从品牌代工 转为电信直接供货 中内高层预估 疫情将成为新常态 带动远区办公 视讯教学 中国二月封城 集团迅速将苏州产能 转移到台湾还有菲律宾 以多元生产据点 因应产业链破碎化 未来会持续投入 新技术开发 抢工5G市场商机 新台记事王冠林 沈为彤 台湾台北报道 这些新台首都 林沈为彤 这些新台首都 林沈为彤